如果是我的話 我會跟客人講說 如果要的話我會選擇 因為它不管是強壯度 手感 還有整個CP值 在這六個裡面我覺得它是最好的 傳播之士近在傳播室 大家好 我是吳董 我們現在所在的位置呢 是這個大方遊艇碼頭 開始之前呢 感謝我們這個賴董 要不是有賴董 金錢支持我們 主要的目的想要讓大家知道說 油耀鋼品牌有哪些 然後這些品牌它差異性在哪裡 然後實際上 去海上跑的感覺是如何 哪一個 不管在就安裝面 CP值上面還是說 手感上面哪一個地方 到底是比較推薦給使用者 再次重申 這支影片並不是要去做 推銷 更不是做對立的行為 並不是要去製造敵人 這是我們賴董 他負責是開船手 他是負責幫我們駕駛 然後查老師 查老師是我們當天負責在 船頭那邊做安裝 還有整個技術指導 甚至是系統設定的 再來就是姚敏 姚敏是我們的 在船尾做油壓缸安裝 然後他跟查老師 一前一後的配合 我們這次測試的船型 我們是用高速艇來做測試 船長的話我們是用40尺的船 然後船寬的話大約是3米2的 然後我們搭載了雙車的Suzuki 300匹四行程的推進器 差不多就是600匹馬力 對對對 然後整體來講 這條船型屬於是海釣船 海釣船應該說在整個台灣海域最多人使用 主要是在港內測試 為什麼不去海外 原因是因為我們測試 沒辦法在同一天完成 原因是我們沒有駕照 以港內的方式 順浪跟逆浪的方式 去來回去測試說 它的基本的扭力值達到多少 所以我們總共測試 是會測試幾次 三次 然後我們會求一個平均值 這六個品牌分別是 來自日本的Marlow 還有日本的Unikas 義大利的Ultraflex 韓國 C-First 澳洲 Hydrive 最後一個品牌就是印度的迪菲斯 我現在先講一下 我們測試的這六大品牌裡面 只有Ultraflex這個是採用五圈的配置 那很多觀眾一定會覺得說 圈數的配置到底會影響到什麼東西呢 可能在這部分大家可能會有點迷思 那其他的品牌 另外五個品牌大概就是七圈左右 那五圈跟七圈大家有講說 這個圈數是可以調整的嗎 還是原先就設置好的嗎 那我們回到墮機的最基本的三個東西 就是一個是幫補 一個是油管 跟油牙缸 那油管 基本上它不會有太大的變數 變數大於幫補跟油牙缸 那假設我比例一下說 油牙缸它總行程就是 左滿座到右滿座是100CC好了 然後你的幫補是25CC 那你左滿座到右滿座就是跑四圈 打一圈它就是25CC出來 所以你左滿座到右滿座就是 一樣四圈才會100CC嘛 就是100除以25 就是除以幫補數就對了 可是如果現在變成20CC的話 它就變跑五圈了 100除以20就是五圈 對五圈 那你會覺得說這圈數到底差在哪裡呢 就是說 你看喔 一樣的行程 假設這個行程是10公分 你把它分成四圈 它每一圈它要走2.5公分 2.5公分 對2.5公分 那你跟五圈的話是走兩公分而已 你看同樣一圈 可是它走的距離比較短 對 它所推的力道就會不會那麼的重 是 這是相同的原理 就出比較少力啦 當然當然 但是走的距離就變得比較短 對對對 我們一樣是繞一圈 可是它走比較短 走這麼長 你所施力的就要更大就對了 對對對 為什麼義大利要用五圈 因為在國外的部分 他們比較講究在於操控感的上 基本上他們像我們台灣常用的動力球 那些基本上他們都不太會用 動力球是什麼 就是握球 我們方向盤上 在歐洲那邊很少會看到這種握球的設計方向盤 可以大家去看 所以他們所使用的方式大概都是以三圈 因為他們不會高速的旋轉 我們會覺得說 圈數越多不是越輕嗎 為什麼不 對啊 可是在國外大馬力的時候 他們就會採用動力輔助系統 它手感變輕 圈數也沒變多 所以蔡老師你的意思是說 所謂的操控性是指什麼 是敏感度嗎 你在轉向的時候對不對 你可以我打的時候 我墮跡後面會跟著去擺動 哦就是敏感度 我們說的沒有阿蘇比這樣就對了 對對對 就是你這麼擋下拚都在擋 你如果是十圈我是五圈的 當我轉一圈的時候 你要轉兩圈 那我們速度上就會有差別 他這個意思是說 腿長跟腿短 腿短的差異嗎 對 就是腳長的人走一步 像姚明他走一步 我可能要走一步 測試方式就是一樣幫補跟油壓缸的搭配 那有些不是按照我們的出廠所設置的 有些品牌他們本身會按照台灣的使用者習慣 來搭配台灣的 比如說台灣的習慣用七圈 因為你突然把它變成十圈的 他會覺得說 我以前轉一圈半 他就要轉了 怎麼現在要轉兩圈 賴董這邊很有感觸 是真的嗎 真的 大致上目前大概都是七圈 台灣都是走七圈 七到九圈左右 九圈? 九圈不會太多嗎? 其實我用到現在 差不多都是這個圈數 所以反而圈數變少 你會不會突然就是覺得不習慣這樣 當然會啊 了解 你還沒有打過五十幾圈的 五十幾圈? 等一下我們可以來去打打他 五十幾圈是要打他 沒有 我是真的 那個是幫補一漏油 我是七圈 那個是更大 我是 A few moments later 轉啊 轉啊 七圈 好了 按照你的經驗來看 沒有車之前 你心中的前三名 你覺得會是誰? 以我們以前老一輩來裝的話 當然就是馬肉跟HIDRIVE HIDRIVE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比較常裝的像CFIRS CFIRS 那個曹老師你自己安裝的經驗 你沒有安裝之前 你覺得前三名有誰? 我前三名我第一 我第一個會選擇是UNIQAS 第二名的話我會覺得是馬肉 OK 第三名我會選擇是Multiflex Multiflex 印度 為什麼不是CFIRS或者是義大利 CFIRS它本身也不錯啦 講明的就是你剛才說的CP值 就是說按照它給的價位 跟它所表現出來的能力 它是算非常超值的 我們的安裝技師姚敏 因為我們自己的品牌就是UNIQAS 跟ARTRA FACE 其他我是沒用過 印度第一名 就是Multiflex 對 然後再來就是UNIQAS UNIQAS 然後ARTRA FACE 三個 特玩的時候突然發現 竟然UNIQAS 是最輕的一個 手板算最好的 你認真的嗎? 你當時你是真的以一個船長的身份 在講這件事情的時候 當然啊 你會跟我講說這是什麼牌子啊 但是打的時候就有那種感覺 有沒有發出 所以UNIQAS你是排名第一名 就是它是最輕的意思嗎? 還是最動的 算打起來的時候 是不會有任何的反作用力 你是說它不論在數值上 然後手感上 你都覺得它是第一 對 那你第二名你是 HIDRIVE嗎? 其實第二名 我還是會 歸咎於馬肉啦 畢竟我們 不管是船外機 或者是像 船內機也好 對 它其實就是 內外機都有做 不管是 支援也好 是 它自動導航也好 就是 比較多方面 第三 其實那時候 讓我最訝異的就是 印度的那一組 因為我完全沒有用過 當我第一次用的時候 它竟然 對阿 它竟然打起來 啊 變 他竟然打的時候是 有點比較綿密 比較順的 讓我覺得 比較意外 因為我們在測試它的時候 是已經前面都有測試了 對 集組了 我們中間測試這一組的時候 它突然就是 欸 打起來怎麼 好像我 讓我 就是我 對 就在一直動 它竟然跟馬肉差不多 喔 就有點 意外 真的喔 你自己沒用過這牌子 就是像你教的心你沒有用 就去嘗試它 你不要給我害啊 好這個是我們船長自己的心聲 這個沒有什麼作假 那我們請一下查老師 以祭司的身份跟我們分享 你測完之後你的感受是怎麼樣 所以你的第一名是給 我剛才是給Unicus 第一名還是給Unicus 第二名我那時候給馬洛對不對 可是我們測出來Multiflex竟然是贏過馬洛 所以就按照這個數字來講的話 Multiflex印度的無敵飛斯它是第二名 所以你還按照你這邊按照這個數值 你還是會給他第二名 對我會給他第二名 第三名我其實有點想要給的是Hydriver 因為Hydriver它本身的油壓桿不大 很細的一支 那時候我看它的時候我是覺得 這個東西 能用嗎 這東西有給我為之一亮 我們來請一下那個姚敏 安裝技師 你在床尾這邊 看我們在測試的時候你覺得 第一名的話你會給誰 第一名應該是並列 就Unicus跟Multiflex這兩個品牌 所以第一名你會給Unicus跟Multiflex 無敵飛斯這兩個 第二名就是馬洛跟海抓這兩個 就比較相接近 所以你也會給Hydriver 對阿 這個到目前為止我比較訝異的點是 在場的三位都還沒有停到韓國門 蛤 這個我比較訝異 但這個我會想要了解 待會問一下你們的感想 第三名呢 Ultraflex 你給Ultraflex 對 可是它的數值坦白說 在這車是沒有到很漂亮的 而且排名是蠻後面的 但是至少贏過韓國 韓國圈速變多變成不好打 義大利的Ultraflex這一個品牌 它圈速少 所以它不好打好像可以理解 但是韓國的這一組 韓國這邊就剛剛查老師解釋了 就是說它因為 它已經圈速它已經變多了 可是打出來的數值卻沒有到 這麼的漂亮 它反而是覺得說 這有點讓它驚訝到 好 我建議還是用Unikas跟Marro 用Marro這兩個品牌 對對對 OK好 那蔡老師你 如果是我的話 如果是我的話 我會 跟客人講說 如果要的話 我會選擇Multiflex 因為它不管是強壯度 手感 還有整個CP值 在這六個裡面 我覺得它是最好的 Unikas有人會覺得說 它本身都沒有改版 然後 然後它的結構性 比較偏舊款的東西 那引擎也越來越大 所以相較於Multiflex 可以跟它差不多手感 然後價格又比較親民 整個相較於其他品牌比起來的話 它真的是非常有競爭力 除了外觀上 沒有比較亮眼的造型以外 不然它整體的性能上 是表現非常不錯 OK 雅敏技師 如果你有客人來問你說 我們要安裝舵機 我們沒有品牌的限定 第一組會推薦它哪一個 我也是會推薦Multiflex這一組 它的手感跟整個 打起來的感覺會比較好 但又是我們自家品牌 所以就會推Multiflex這個品牌 如果它是大馬力的話 我就會推Altraflex 因為它剛性強 大馬力上它承受度是夠 然後又比較強壯 了解 因為我是做前端 所以在Bump的大小那邊 是由我做負責的 在Bump這部分 不會有太大的差異 除了安裝上的孔徑 大小以外 其他沒有什麼太大差異 在前端Bump安裝上 你沒有所謂的比較推薦 只是說大小要留意一下 這樣就對了 對對對 好 那姚敏 你這六個品牌的油壓缸 你覺得你安裝起來比較順手 或者說哪一個品牌 你看起來比較好安裝 Travis跟我們的UNICAS 我安裝次數會比較多 然後其他次第一次安裝 他們其實比較不一樣 就是我在拿工具的時候 偏歐洲系 他們的規格都是大概一樣 只有裝我們自己的UNICAS 他的工具可能要多一兩個 不一樣的變化這樣 羅帽的那個帽頭 因為我們要用六角板手去鎖的時候 會不太一樣 安裝好安裝嗎 穿心的確是不好安裝 穿心因為卡在引擎跟引擎 如果它太近的話 我要抽出來 或是在旁邊的板子會卡住 但是如果它安裝上 因為我們大部分都是用大馬力的 但是安裝是強化它的強度 有一個部分就是像馬肉 它其實在裡面油壓缸算蠻重的 因為它的中心是整個白鐵 然後包含那個曲柄也是白鐵 所以你在浮的時候 可能會比較失利一點 因為你們在現場的時候又有油 然後你一隻手 因為我們慣用手是右手 所以我們要鎖螺絲的時候 左手要這樣撐著 這樣不好用 而且只能單手撐著 是這個原因 所以它有這方面的要考量 就是如果你今天是在 船上面安裝的話 這個點要留意就對了 然後如果比較輕是HIDRIVER 因為它整個結構性是比較細 但是它特別的地方是在它曲柄 它是右曲柄 譬如說裝到雙車啊 山車 因為我們還要做一個連桿 所以我就可能會影響到 它的整個組裝的結構這樣 了解 所以它比較特殊就是在曲柄的部分 然後最後一個比較不好安裝的是 我們的UNITUS 因為它比較特別的是 它多兩塊鐵片 那鐵片它上面其實它 你要裝的時候其實要很注意 也要看那個說明書去怎麼去組裝 如果萬一一個細節做不好的話 可能也會影響到它的軸距 所以反而UNICAS這邊 剛剛前面評比下來 三個都給第一名嘛 都給第一名對不對 但是結果UNICAS 反而在油壓缸這邊安裝 是最難安裝 如果以CP值來講的話 因為現在串出了一個Multi-phase 以我現在就是知道它的價格 跟它的使用的那種細膩度 以不在意外觀的情況下 我還是會選它 你會選它 對 那查老師 你這邊CP值最高的話 你會覺得 如果CP值啊 我老實講 就是如果單車的話 單車 我會給韓國 因為它在單車表現上 真的還蠻不錯的 然後外觀跟所配置的東西 還有它的細緻度 是其實都可以的 了解 那如果雙車以上 我會給Multi-phase Ziverse它本身在大馬力上 就是表現出來的數據 沒有那麼漂亮 是 對 所以如果雙車的話 我就給到Multi-phase OK 就是我目前給的評價是這樣子 那油民CP值最高的話 你會給誰 給Multi-phase 給Multi-phase 對啊 因為它裝置上也比較容易 然後它整個打起來 也是比較順暢 我們得到了一份數據嘛 是 是 就是到最後 態度啦 對 就是做任何事情的態度 至少把這件事情 整個圓滿的做完了 對 至少得到我們真的想要的一個數據 陳老師你有什麼想法嗎 在這次的測試上 我覺得是 放照那個扭力板手 就是覺得說 解決大家對手感上的迷思 就是客觀的方式是說 不是主觀的方式是說 我覺得這個比較輕 我覺得這個比較好 對 我們以數字的方式來講話 對 這樣子對大家都是公平的 劉敏 所以你這邊 感覺怎麼樣 這六天 這也是第一次在 在海上去裝這些油 我才會去 體會到其他的機師 我們做這個節目的目的 就是希望讓 喜歡海的活動 喜歡大海 然後你想要去釣魚 拍船 喜歡去潛水都好 但是 在海上的一些專業知識 我們還是會希望透過這個 YouTube來分享給大家 然後 如果 對於這次的這個測試結果 我們這次是測試油耀鋼 如果你們想要看其他測試 有機會的話 或者想贊助 也可以 下面都可以開贊助 你要測試我們都願意來做開箱 只要你敢贊助 我們就敢開 希望可以透過這個節目 讓大家知道說 好日後你在挑選油耀鋼的時候 你會有一個基本的概念 而不會說好像 我們就是別人說 或者說你不知道從哪裡搜尋 正確的知識管道 甚至要去詢問 也不知道從哪裡詢問 然後所求無門 會有一種無奈的感覺 那如果喜歡我們這個節目 也請你幫我們這個按讚 然後訂閱 然後分享 更多人知道這個頻道 然後更多人知道這些知識 請大家一定要持續關注我們的節目 掰掰 掰掰 等於什麼 %..... 或者個s文章